如果吃鸡加入全市山地的高原地图会发生什么? 吃鸡目前加入的地图都有自己的特色 有全市雪的雪地图 有全市树木的雨林图 那么如果加入全市山地的高原地图 游戏会有什么改变呢? 1.狙击枪使用率大增 如果地图全是平原和树木 那么用步枪冲锋枪的玩家会很多 因为都在同一水平面方便移动 也有掩体可以躲藏前进 可如果加入全市山地的高原地图 那玩家的首选就是狙击枪了 因为高原一般都是一望无际的 而且基本都没什么树木等掩体 只有满地的草原 这时候很远就能看到人 只有用狙击枪才能有效命中敌人 2.玩家会提前跑毒 高原地图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一望无际 如果不想最后被敌人给卡住进不了圈 那就只有提前跑毒了 一刷圈就进圈找一个好地方 3.谁占据高点谁就能吃鸡 在决赛圈的时候 如果圈内有高点 那不用说了 肯定是占据高点的玩家能吃鸡 因为山下的情况一眼看清 高打低是一手难攻的 因此吃鸡就要看谁能占据高点了 好了这期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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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